第一課的時候,我送了一個小本書 晚上我真的看完了,然後有一個東西很美麗的 就是疾病,詩意的象徵 疾病都是… 類似的,詩意的象徵 有關病的,你用詩形形容 其實我很奇怪,因為這句話已經很詩意 但是我想問,為什麼不是歌,不是畫,或者不是其他東西 你一定要用詩表達,解釋疾病 因為疾病是很細緻和很具象的 詩是可以具象和抽象的,我自己理解,所以我想… 我不知道大家收不收到,我的理解就是 疾病是透過一些方法跟你溝通的, 即是說身體是要病給你看,你才會收到訊息 因為疾病的出現是因為身體要警告你,要提醒你,要求你 它是用poetic language,是詩的語言, 剛巧阿祥哥以前是讀文學的,我都寫詩, 和我很長時間研究詩,是poetry,詩的語言和現實的語言 是兩如回事,是兩個世界,現實這樣講,我說我好恨你,好憎你, 你對我來說是一杯毒藥,這是詩的語言,因為我用比喻了, 如果我更高層的詩是世界上有很多毒藥, 但你的存在對我來說殺傷你最大,其實我用這方式來講, 我憎死你,直接這樣講就不是詩了, 即是跟疾病有甚麼關係呢,疾病不是直接跟我們講話, 是用一些比喻,用一些image,用一些形象跟我說話, 你是我的太陽,你是我的魔鬼, 即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說你是太陽, 就是你溫亂了我的生命,你是魔鬼,你是引誘我去做甚麼, 這就是疾病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他要我們去做,詩一定是有聯想association, 亦有類比allusion,即是用很多種不同方法, 讓我們想通它,所以正面回答你的問題, 我的理解是這樣,所以我純粹是透過詩的語言, poetic language,你都可以提醒我們,警告我們, 這個詞結語言,就是這樣吧, 好,謝謝 Für皆さん, 好,謝謝 doing this.